5月2日 河南洛阳老君山 一名依托景区做小吃摊生意的老板 为了庆祝旅游业逐渐回暖 自己歇夜输月后重新复工 卖起了热干面 在劳动极假期里 以每晚两元的成本价 回馈平日所仰仗的游客 因为受疫情防控的原因 使得一些喜欢吃热干面民众的味蕾 暂时得不到满足 现在随着疫情逐渐向好 不少景区迎来有序复工 沈老板介绍 由于拿捏不准 究竟有多少游客喜爱热干面 因此他在开业第一天 没敢准备太多 担心卖不完 谁知两元一晚的热干面 当天推出 就收到游客们的欢迎 大家有序间隔排队 仅半天就把沈老板准备的 200多份热干面 吃了个底朝天 我在家准备200多份热干面 以两元一晚的形式 来做一次这种 回馈游客的爱情活动 然后主要是想让这些 想吃热干面的这些 游客接接铲 以保他们这种 相思 接铲这种 心情吧 游客们表示 早就心心念叨 想吃热干面 可是因为疫情原因 一直也没有吃到 今天终于给自己解了馋 而且这个热干面 好吃不贵 超值 有的游客吃完一碗 一游未尽 又吃一碗 我平时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热干面的 好久没有尝到过这么好吃的热干面了 但是没想到在这个五月一的假期吃到了两块钱一份的热干面 让我解解残 好几个月 相信大家都对武汉热干面 想吃吃不上 这个热干面 大家第一感觉就想到哪里了 这个小吃名吃是在哪里 是在武汉 所以说能在老君山景区 吃到这个热干面 感觉是非常心情不一样的 所以说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 也相信祖国有能力的 把这个疫情尽早的解决 目前 疫情防控期间 景区内不允许人员扎堆 小吃摊没有设汤食 执行随买随走 间隔派对